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三个工作表合并 那一样我们是在那个云端白板里面 我想那个教学论坛的这个应该都固定的 所以这个这个部分的话影片都在这边 所以你回到家反正最好就是先把它稍微了解一下 上上个礼拜是用那个CHOS跟那个INDIRECT函数 不过你会发现用这个方式来做函数变得太复杂了 复杂到几乎没有办法说就是很容易的就把它做出来 所以尤其是合并动作表 而且它只能够合并部分的东西 那有些部分的东西你还要先知道 到底它那个工作表名称叫什么 那所以这个实在不太合理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合并工作表用函数来做 我想你可以这个方式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放弃掉 因为这个方式的话实在是太复杂了 所以后来我们就用一些方法 比如说如何用那个录制聚集帮你写程式 写那个就是合并工作表的VBA程式 那这个部分的话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其实VBA程式跟录制聚集有什么关系 其实如果有一些VBA程式你不会写的话 你可以藉由录制 也就是说你的动作可以把它录下来 它会自己帮你写出那个VBA程式 OK 至少就是说你完全不会的动作 它会这样帮你产生 所以录制聚集这件事其实还蛮重要 也就是如果你将你那个录制聚集 这个部分不熟练的话 我建议你回去 可以再把那个录制聚集的部分多多练习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透过录制聚集可以帮你完成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录下来的程式会太很多的 其实不需要的东西的程式 它也会帮你加上 所以变成你如果说要真的到那个VBA程式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可以做哪些事呢 比如第一个你录制聚集完之后 记得一定要加上注解 那个注解我的习惯是 因为我做了好多动作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也许很多个动作 那我会把我刚刚做的动作呢 先加上那个我的编号 第几个动作啦 我的习惯是这样 那不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这样 我的习惯是一二三四一直往下 你可以给什么 你的步骤啦 所以最好是你可以把它打 比如说你打到握的里面啊 然后你的步骤先打下来 也许如果你记得起来那么多的话 你就你就不用啦 如果我的习惯是 我会先把这些步骤先写下来 然后再来的话开始录制 录制完之后把这些注解放上去 那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 你录下来这个动作 他录下来的程式到底是怎么样 有的时候你 阶段性的 有些同学可能刚开始对VBA不熟悉的话 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学习 也是一种学习方式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你比如说游标点在哪一个储存格 他一定会跟你讲 他自动会帮你产生一行 Range 比如说A1的话 点下去 这个点击的动作 他录下来就是一个叫点slater Range A1 也许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什么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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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词吧 后面加一个动词 点slater就是选取的意思 当然你切到哪一个工作表 他会帮你录下来的许词 一定是许词 许词刮符 哪一个工作表名称点slater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在那个选取的动作 一定是什么什么点slater 比如说储存格 就是Range 然后工作表 那就是许词 对不对 然后如果是蓝的话 就colors 列的话 那就Rose OK 所以基本上他有固定的做法 你就大概熟悉之后 你就知道选取 那为什么要选取 因为你要先选取之后 你才有办法做后续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那个和平工作表 一定是选取 然后再做什么呢 control shift向右向下 为什么 因为其实要把整个范围选起来 那当然如果将来你不要这么麻烦 他录下一定会跟你讲 control shift向右向下 然后再把它复制 可是如果你选取整个范围 如果你不用那个录制的方法 你也可以改写 当然没有说一定要用它 帮你录 可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写的时候 那个就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那个录制剧期的部分 然后其他还有这些 录下来之后要把什么 我们就是录制之后 有个录制排序 然后改写等等的 那最后是讲到这个 非固定比数 那上个礼拜的东西 其实合并三个工作表 我们你可以把那个 上个礼拜那个程式码 把它叫出来 里面其实都有啦 有没有 我们就是录制剧 而且我这边有录制剧集 一二三四 至少你要学会录制剧集 加上注解 修改 有没有 加上回圈 所以基本上 我们合并工作表 跟录制剧集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你要合并工作表 其实只是把其中一个工作表的资料 带到总表 那之后的话 下一个 下一个 它的动作都是连都一样的 所以呢 我可以录制一个 然后再把它加上一二 这些注解 其实如果程式呢 像这个底下的这一段程式 如果把注解拿掉 其实你看起来一定会跟 没有加注解 差异性非常的大 有没有 你会发现 绿色的字 如果加上 这个是选取第几个工作表 有没有 去词 刮虎后面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选取工作表的话 你可以有几种的叙述方法 刮虎里面的话 你可以给名称 你也可以给数字 数字的话呢 一般会配合回圈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给名称 因为我不知道下一个叫什么名称 那我可以 就是用第一个 因为它的工作表的 讯质里面的这个I 一定是从 就是数字一定从1开始 也就是第一个工作表 到哪一个工作表 那你可以给一个范围 比如说总共有三个工作表 那你就1到3就可以 它会帮你重复 1到3个工作表 那做什么呢 选取A2 然后这个是Ctrl Shift 向右 这个是向右 向下 这个地方 所以以后 假如说你不知道什么Ctrl Shift 向右 Ctrl Shift是向右选取 Ctrl Shift向下 是向下选取 那也就是把范围做选取的动作 其实基本上呢 就是这两行 那将来如果说你不会写啦 反正你至少会录吧 录下来之后 把你要的动作放过来 那其实为什么要选取 主要是做这个动作 Copy 有没有 那你有选取 它有个Select的动作 会产生一个Selection的名词 这两个是相关的 所以你会发现录制剧集 有没有 它一定会有一个Select 就是选取 那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Selection是你的选取范围 那你针对那个选取范围 你可以做什么动作呢 主要是Copy 所以上面做这么多事情 不外乎就是 先选哪个工作表 然后在那个工作表里面 把那个范围选起来 把那个范围什么Copy Copy之后的话呢 当然你就需要怎么样 再把它贴上 贴到哪里呢 贴到总表 所以后面这一段 后面这一段其实就是什么 贴到总表 那总表我是叫 合并聚集这个Deslate 就是最后那个 然后怎么样 把它贴上 那因为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 你上面这边叫Selection 可是你想说 老师为什么 它叫ActiveShit 其实顾名思义 而且Shit 它没有 这个有加S 这个不会加S 为什么 它道理很简单 因为你现在切过去了 Selection 那Selection之后呢 这个ActiveShit 指的就是说 你现在游标 是停在哪一个工作表 那个工作表 请你告诉我 就叫ActiveShit 那一定不会加S 为什么 因为你选取的 那个工作表 只会有一个 不可能说 你同时选好几个 OK 所以特别注意 它的概念是 ActiveShit 是说你现在游标 放在哪一个工作表 就叫ActiveShit 那其实另外还有一个用法 叫Sale 以前我们Sales 有没有 那你另外还有一个像ActiveSale 你游标正放在哪一个储存格 可不可以 可以啊 ActiveSale 也是一样不用加S OK 所以这个是有相关 或者是像什么 ActiveWorkbook Workbook是指的是工作部 所以是Active前面加Active 你就以后就要知道说 你现在正在被选取的 包含就是说储存格 就是ActiveSale 那个工作表 就是ActiveShit 没有加S哦 那如果工作部 比如说你开了好多个 Excel档案 那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正在切换到哪一个 那那个就叫ActiveWorkbook Workbook 工作部 OK所以基本上的结构 一定是工作部 工作表 然后再储存格 所以如果这个概念有的话 其实都一贯的 前面只是加了一个什么 Active 所以以后的话你就可以 反正只要你的观念正确 你要做任何的自动化处理 基本上就会越来越简单了 越来越看得懂 听得懂 他到底要怎么去给他下命令 他如果那个命令 他看得懂的话 他也就会自动帮你去 去做那些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贴上 PASS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 再把那个选举区域 因为你贴上了 你势必要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往下追踪到 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所以会有一个什么 ActiveSale 往下 AND 就是说你现在选举的储存格 假如在这里 你要把它移到最下面的话 移到它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你可以用ActiveSale 点AND 这个刮虎往下 点select它就往下了 OK 那前面这个物件 你也可以用Selection 其实这两个 其实有时候都互相带来带去 那再来我需要怎么样 再让它往下一个储存格的话 那就是Offset 一个特别主要 Offset后面刮虎前面是几列 那一列的话往下一列 0的话是不移动蓝 OK 如果说你刚好如果01的话 刚好就是往这个方向 就是一蓝就对了 OK 所以这个是列 这个是蓝 如果向右是正的 向左是负的 向下是正的 向上是负的 OK 所以这个是决定它的列 这个是决定它的蓝 点select 所以它就移动了 OK 所以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1、2、3月 全部合并起来 外面再包上一个回圈 这样子的话就完成了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最重要 因为这个部分 如果你熟练的话 基本上你只要 所以你可以找到很多范例 你身边我想一堆这种东西 你反正你就是要把它合并 到一个总表就对了 那你就很多地方 你需要重写嘛 也不用了 你就是想把这一段程式 贴到那边再改一下 反正我想应该 比如说几个啦 1到3 这个数字你可以自己再去调整一下 但是这个3的数字 有的时候你想说 老师可是有时候有多啊 有时候少啊 但是我不知道说 这个地方 有没有办法做成活动的 因为如果这个地方3的数字 如果都固定那我很麻烦 我每次要就是如果增加了工作表 那我又要来这边改 减少工作 还是在那边改 所以其实教各位 就是说第几个工作表 那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去抓到 这个工作部总共有几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部有几个工作表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蓄置物件 非常简单 总共有几个的话 你可以蓄置 OK 点一下的话 后面有一个属性 也就是说他告诉你说呢 总共有几个的话呢 就叫蓄置点 抗 抗扯的话就是说 你帮我去算一下 总共有几个 抗扯一下 帮我算一下 那他会告诉你 比如说你总共有三个工作表 加一个总表的话 他会告诉你四个 那你讲说四个 那最后那个不用 所以你怎么样 蓄置点抗的减一就好了 减一的话呢 表示说 他最后总共几个 再帮你一次扣掉一个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还蛮常用到 蓄置点抗 减掉一个总表 那就会帮你做三次 OK 好 那其他的话 我想这个是上个礼拜的 重点回顾 所以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班级工作表 名称 OK 那其他这些 这些是上个礼拜 我们做的 那我们有延续 就是说呢 有一题 那个其他补充范例 这个云端白板里面 上礼拜最后有提到 但是这一题难度比较高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一题 会还有变化 不是那么单纯 不是说呢 他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比数 他的比数有多有少 所以这个这个捐款名系 这一题 那我上个礼拜的demo给我看 那需求非常简单 1到12月 合并到总表 OK 那最后当然 你就把程式写完之后 按一下这个工作表整合 他就会直接帮你把那个 这个好像多了 这个是 我把那个 这边有个程式码 好像我之前旧的 我把它改写一下 我好像这个有改过了 所以这个程式码 有两个 两个程序 把这个改一下好了 大概就是按下去 自动全部帮我合并过来 1 2 3 4 5 一直往下 那你会发现 这个这一题最重要的 有几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的 1就是 如果他只有一笔的话 我上礼拜讲 Ctrl Shift向右 不能再向下 所以刚刚录下来不是有 多一行 向下 那个不行 但是如果你有两笔以上的话 两笔以上 优标放A2 A3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这个没问题 OK 那如果说呢 有一种状况 那你比如说1月份 假如说1月份 里面没有任何捐款 Delete掉 这个时候的话呢 Ctrl Shift向右 向下都不行做 为什么 因为你选的 等于是选了一个空白 那我怎么判断说 里面没东西 很简单嘛 有标放在这边 如果等于空的 比如说以A3 以那个A3当成基准 如果A3里面呢 等于空的话 那表示 这个月份 完全没捐款 所以你要去思考 合并之前 当然 我们上个礼拜讲 那个合并的逻辑很简单 因为它的 笔数都固定的 范围也都固定的 而且一定会有资料 那就不需要判断 可是像今天 这个地方 比较困难的点 除了合并之外 最困难的就是 它会有三种逻辑 一个是 完全没捐款 零笔 第二个是 它有一笔 一笔的话呢 你只能 Ctrl Shift向右 不能向下 那如果有多笔的话 那就跟前面是一样的 所以会有三种逻辑 那这就是三种逻辑 这个也是之前同学 这个也是同学的问题 它就会卡在这里 三种逻辑 要怎么样把这三种逻辑 加到我们刚刚的 那个程式的中间 OK 那这个部分 请各位试试看 当然如果说 你刚开始 完全不会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些一到十二月 全部都做成 两笔以上 合并 一定不会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把 其中的 里面的笔数 再修改成 一笔跟没有的话 那就会发生错误 那当然你这个地方 就要慢慢去改变 光这一题 那个同学 因为他可能 这部分功力不够 所以他就卡关了 那也因为这样 我觉得这应该 也是你们的问题 因为也许你们 简单的合并会 但是可能如果说 有可能是 有刚刚那三种逻辑 你就会卡住了 不过这三种逻辑 之前也有讲过了 其实可以用逻辑判断 一笔 第二个逻辑 就是else一笔 有没有 第三个逻辑在else一笔 或者else 或者如果你有更多 就else一笔 else一笔下去了 那你又可以去做不同的逻辑判断 给不同的动作 但是你可能要想说 那这个城市应该放哪里 它才会wor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请各位试试看 其实你这一题 可以拿上个礼拜来改 也改得出来 只是说逻辑要改一下 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可以尽可能 如果说你工作里面有很多合并的范例 你也可以拿来做 那像这种工作表合并的需求 其实我觉得还蛮大的 那只是说我觉得VBA的优势就是说第一个啦 它其实刚刚讲到啦 其他语言是没有办法录制产生程式的 像你如果用那个什么 用python 用java来做工作表合并的话 如果跟VBA比起来 第一个 这几个工具程式语言 没有办法帮你录制产生程式 但是VBA居然可以录制 第二个是像什么python或者java 它的资料 它要存取esale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esale VBA存取esale 是天津地义的事情 因为它们本来就在一起 第三个呢 如果你将来要用其他语言的话 你光安装那个环境就安装到头昏了 那VBA怎么样 打开就有哪一台电脑没有VBA 哪一台电脑没有esale 有esale就等于有VBA了嘛 所以你算一下 看起来好像VBA这几个 这几点其实就已经几乎 我想可以那个 如果用比赛来 应该可以完胜其他的任何开发工具 而且最后一点 VBA的语言 他的语言的这个简单程度 会比其他语言简单许多 像什么资料结构 或者是你要去宣告等等的 我想这些都不需要 所以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VBA这几点 真的是比简单太多了 OK 所以以大部分的那个同学来说 VBA可以是一个方向 我觉得这 它是可以简单 它也可以复杂 OK 所以试试看 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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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